有的人是靠手吃饭 有的人靠脚吃饭 有的人靠脑子吃饭 而我是靠舌头吃饭 你可能会说 谁不是靠舌头吃饭呢 但是不不不 我不一样 我是这个城市里 孤独的美食家 好 每个人 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刚才经过了第一轮搜证 有一些人物关系已经理清了 但有一些呢还是很复杂 目前已经知道 我们可爱的鬼发廊跟死者呢 应该是养妇女关系 而撒龙和我们的鬼发廊之间 反而有可能是真正的妇女关系 终生差评的薰外卖 与死者之间有仇 也有过旧交情 还有一些钱的寡格 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大富翁了 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大富翁了 与我们的死者也是老友 但与此同时又有过一场绝对是不愉快的一个回忆 接下来就是美丽的小梅儿了 小梅儿呢和未来是睡眠关系 他跟死者之间还不了解 待会儿可以好好问问 现在我们已经确认 那把有着未来指纹的宽刀 不是最后的致命的凶器 时间呢其实应该是在8点一刻 你走了之后 9点一刻他来之前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一个模拟自杀的装置 如果他想要自杀的话 那个时候呢刀是放在那个装置上 同时叫了未来来 在刀上刻意留下了他的指纹 8点一刻到9点一刻的时候人来到现场 把他杀了 干扰了他的这个自杀计划 破坏了这个装置 同时用一把更窄的刀杀死了他 并且把刀放到了现场 但是有趣的是 凶手把那把大刀藏了起来 目前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凶手想要死者 躺在一滩没有刀的血迹里面 我个人认为死者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骗毛 死者一定是觉得从他这勒索不到二百万 这是他的最后的底线的办法 用他来骗毛 就是自杀做成他杀对吧 为什么选择他在接受采访那天故意去闹事 还拿着刀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大家都知道他俩是有过节 甚至都要动刀子 所以我觉得死者之前是在演戏 包括找他要二百万 都是不断地在激怒他 然后让他来找自己 只要他来找自己 他的这个计划就能成功 这个人非常恨侦探 我觉得侦探如果有机会跟他聊这个天 现场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 他等于是现场完全没有破坏 他等于把那个兵还是留在了那 这意味着他进来的时候老板没有抗拒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他杀掉 就是大勋刚才说的 这个人就是他最亲近的人 那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是鬼 还有可能就是一直住在他家的勋呀 其实我这个人设不是一个很强悍的 我是一个很懦弱的 我是一个智商比较 一下 一下 他终于承认了 我们等了好久 哇 哈哈 敢于面对 我有看他听信 你是怎么能在我们这么紧张的时候 还让我们能笑出来 哈哈 我也不可能听信于你们说让我去顶个罪 我就去顶个罪 这是楷模 要勇敢的面对自己 我出来之后我跟他要钱他不给我 我跟他发生各种争执 然后我当着什么面来说这些事他也不给我 然后我剩下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就住在这了 我就赖在这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明白 一个人如果要来杀人 他如果看到地上摆着冰块 插着一把刀 他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嗯哼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该先把刀拿走了 否则他捅完人 人倒下以后 还会第二次扎到这把刀上 嗯哼 他一定倒下的时候冰块里没有刀了 对呀 还是说那时候刀没来得及插进去 啊 我知道了 那把刀不是有人挪走的 原来他就故意放那了 他那把刀因为上面有他的指纹 他必须要小心拿好 他不能到处乱放 他其实今天只是把这个冰放到现场 他没来得及 就是他本来就自己藏在那下面了 他自己藏的 不是有人挪了那个 这把刀其实一开始就在冰柜底下 死者只来得及做他自杀的这个假装置的 第一步就是把冰块放在那 还没拿刀呢 刀准备要去把刀插进去的时候 已经被干死了 这道理 对 原来之后冰手完全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他直接倒下就盖在冰块上 对 明星角色扮演推理游戏 明星大侦探第三季第三案 深夜麻辣烫中 获得最多指控的嫌疑人到底是谁 欧小妹和鬼发狼中 究竟谁获得的票数更多呢 鬼发狼 被指控的鬼发狼 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 欧宝 21s清晰时刻 现在我宣布 各位检举犯人 成功 失败 未来 未来 你看 你看 你 你